你去過團康遊戲叫支援前線喔 啊不然你有去過很多店家 比如說你去全家你去Saven 你去叮咚 欸你們看人家那個叮咚那個門女是怎麼弄 有的他是感測器在外面 去買的時候有兩個啊 一個是裝感測器一個是那個鈴鐺啊 比如說他可能人在裡面他就裝在裡面啊 啊是不是要連線 那不是這樣嗎 所以我們WebDuner也是一樣啊 反正你透過Wi-Fi了 所以我一個人借光明電阻 一個人借LED燈 我這邊感測到這邊光 裡面的燈光亮起來不行嗎 可以嗎 還是你們家都一定要結合在一起 比如說像我一般社區啊裡面 他也外面也會有那種燈啊 對不對也會有燈 那我就在外面去偵測天氣 那個亮度 按了我裡面的燈就打開啊 這樣可以嗎 好 那了解這個概念之後我們來試看看喔 現在呢 剛剛那個積木我就把它丟掉了 這裡 我就先把它拉開 先把它拉開 然後呢這裡我也拉開 這裡 一個開發板提供一個裝置 你要跟你左右鄰居或前後 前後 這樣子 我一個裝置 比如說我這個裝置 我提供LED燈 就是我前面這一個 好那我再找一個開發板 他要多個裝置很簡單 有沒有再找一個 就丟出來 這個再找一個人提供什麼 光明電阻 然後呢不要忘記我們用的是Smart 現場用的是Smart 好透過Wi-Fi再連到誰 欸有沒有人 你們的要不要借我一下 啊不要好了啦 我們兩個太緊張有作弊的嫌疑 我可以找比較後面的嗎 我找你的好了 可以嗎 好你的是什麼名字 大聲唸出來 大聲唸出來 十Y 十小Y 好 大寫的G 大寫的G J J J也是大寫嗎 對 J也是大寫 X呢 也是大寫 W 大寫 好 LD 小的D 這樣子 好 那因為我們層次上 這樣 是不是只有一個 所以這邊就不用理它沒關係啦 好我就寫了 你幫我確認一下這樣對嗎 這樣是正確齁 好 OK 所以呢我就借用它的光明電阻 那 這兩個最重要的 你看一下 要串聯 有沒有勾起來 那各位知道 電池有串聯跟並聯嗎 請問 我們的發電是用串聯來並聯 蛤 我們的台電用的是各大發電廠是串聯還是並聯 串聯跟並聯各有優缺啊 對不對 當然是並聯啊 串聯的話只要一個斷了全台都沒電啊 對不對 所以發電廠當然是用並聯的啊 但是你要注意一下我們這邊也是一樣道理喔 如果你有其中一個開發板 沒有聯上網路 請問你的程式會不會成功 不會 所以你可以接三個 可不可以接四個 再把外面丟出來啊 但是接越多 錯的機會越高嘛 呵呵呵 這樣了解齁 好記得要勾串聯齁 好那 串聯完成之後要做什麼事情 就是在這裡 開發板裡面 有沒有一個串聯完成 所以你要執行程式 就是要放到這裡面來 這樣有沒有了解的 也就是說 當他們這兩個硬體 真的有連線在線上了 我才可以執行這個動作 所以你看開發板溝通有沒有簡單 那麼一樣我把這個打開 所以我就執行一下囉 好那我執行了 這時候偵測到的光明不是我的 是他的 所以請你用手遮看看吧 你用你的手把你的光明電阻遮一下 有嗎 他沒有理我 有嗎 遮起來好像沒有反應 我也沒有打錯 來那我們看一下 如果你發現這裡沒有的話 你可能要檢查一下 10YGJXWD 對嗎 對 好再看一下 光明電阻 Smart Wifi 所以 確認好 偵測 我再Play一次看看 因為有抓到光明電阻應該是有 有 有沒有亮起來 我沒有作弊喔 有齁 但是我跟各位講一下 因為我們現在裝置比較多 所以無線網路比較慢 你可以來這邊控制它 在哪裡 這個地方 有沒有看到有個類比取樣 來我問一下各位 請問這個單位是什麼 MS 毫秒 對 1秒等於幾毫秒 所以你知道50毫秒沒有很快 我們把它調慢一點喔 如果你的你發現說網路環境 不是那麼順的時候 我可以把這個地方先調慢一點 甚至我用到500也沒關係 因為我們不需要那麼快 好那我再Play一次 好 75有沒有就關掉了 你再動動手吧 有沒有比較順一點 剩下剩下7 8 是不是就亮起來了 這樣有了解那個概念了嗎 好 所以 雖然我是不同裝置 但是彼此裝置之間的資訊 缺額有沒有很簡單 因為它就是透過Wi-Fi嘛 好透過Wi-Fi 當然你透過區域網路也是可以 好也是一樣的 那就給你試看看喔 記得我們剛剛的重點在哪裡 開發板這邊只提供硬體 真正要做的內容在串在下面 而且你不要忘記這兩個要勾起來 這樣他才知道說這兩個裝置要做串連 好才知道要做串連 好